Hello 欢迎回到宇轩正轻松 每个礼拜六的11点到12点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那今天呢我不是孤单一个人 在我旁边有我的议会好姐妹李雅静 宇轩还有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凤森的李雅静 那为什么今天邀请到雅静 第一个当然我们在议会是同小组的同事 那已经有四年的情谊 但是讲讲讲直接一点 其实雅静是我的神拜 我是第一届升第二届 来你讲已经几届了 这一次第四届 第四届 哎四届不简单 四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一届是四年对不对 四届基本上呢 第十三年 第十三年 十三年 那十三年的岁月 其实雅静都在为地方服务 我真的很佩服她 因为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天坑也去 第一时间啦 那另外像凤山最近有那个除能场的事情 雅静也是身先士卒的未明发生 你不会累吗 其实我们会把它转换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嘛 那如果有机会 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现场看 或者是在PUSH的过程当中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包含比如说 为什么会有填坑 那可能底下可能掏空啦 是因为为什么掏空 然后再去抽试剥茧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 有时候会在凤山 有人会看到我职业病办 不管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会 忽然瞄到路边有那个水沟啊 诶 跟他破几个坑哦 然后就开始自己先研判起来 然后就赶快通报 这就 所以我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啊 比如说像昨天 昨天啊前天 就是凤山跟前镇大 停电 对 整个跳电 然后我们就会看 因为它不是路灯 它是室内包含红绿灯都没了 那可能就是真的 开关箱 整个跳掉或坏掉等等之类的 就可能不会直接通报 养工 就直接通报台电或什么之类的 是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学习一个经验啊 也感谢大家就是 给那么多很棒的资讯 让我可以在第一时间 然后到现场去 其实十几年来你应该都已经 我觉得它已经非常的有经验 有时候我也会问一下 静世你怎么处理 那那你这个热忱哦 其实我觉得 服务上有热忱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的工作真的很繁忙 早上要一鞠躬嘛 对不对 然后上车 对 然后基本上就进议会 直询 然后处理陈情案 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是 婚礼啊 开会 对对对 很多的活动 庙会等等的 那你这样持续那么久 现在你还愿意再 更上一层楼 是 你的动力 因为毕竟雅进上次有选嘛 他选过一次哦 那虽然没有顺利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的选战都是一个历练 那你这次怎么再有勇气再挑战 其实 会想要选立为起心动念是想要让高雄更好 我一直觉得高雄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因为高雄有很好的地理环境 跟包含我们的一些人文 跟我们的产业 大家都说高雄是一个什么传统产业的重镇 石化重镇 可是我把它想成那也是只有高雄才有 那是我们的宝 如何把别人不要的或者是觉得不好的转换为是我们高雄的宝 那这个也是我在学习的 就像我这几天在议会里面呢 就跟财经小组的比如说经发局或相关单位去做一个询问跟咨询跟建议 为什么我们要等到东西都建置好了 我们才去招商 而不是说我们先去把先前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港湾 那邻近有好几个国家都有港湾 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做一个联盟 跟各个国家的港湾做联盟 或许有一些同性指的看到高雄有传统产业 有扣建业 最近有扣建业的那个展览吗 那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医材产业也很强 在高雄还有石化产业 很多人都需要靠我们的出口进出去贸易 那如果他可以来高雄设厂 省去了等待的时间 然后进出口的一些曝光 或船运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觉得等我们自己准备好了 自然就有国际的投资商 优质的投资商会捧着钱 来找我们高雄来想说 我要投资我可以在哪里请你们帮我们 而不是我们现在很被动的 好像人家被动的 对对对我们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招商也很困难 所以其实在议会不管蓝绿 我想都会有一个问题 高雄的招商处在哪 高雄有招商处吗 你懂那概念 所以我才说我们要立足高雄 然后以辐射的角度去放眼国际 然后把所有的高雄的好怎么辐射出去 要先做的当然是中央跟地方都要配合 高雄自己准备好了 中央要有在地自己人 你才会去想到说 我们高雄可以用过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可以让从中央有资源下来 然后到地方怎么辐射到全球到国际 然后让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的经济 然后让我们的就业可以在地化 不然大家都像我们高雄北漂的孩子很多 甚至是外移到其他国家的孩子都很多 等于是人才外流 其实如果大家想到台湾 有的时候想到哪些城市 都会想到说可能是台北 或台中 对台北或台中 因为台中也崛起了 那渐渐可能 高雄的民生就需要我们更多认真的民态 然后让高雄的民生越来越远播 可是雅静我我比较好奇 因为我们节目比较轻松嘛 我们聊一些比较你的生活 当时怎么会重振 就是你想因为雅静跟 雅静比较特别啦 就说他是 就是他家里可能跟政治没有那么大的渊源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慢慢学 然后才到现在这么比较 就是这么这么资深的议员 也不能讲资深因为他算年轻啦 不过就是你看已经做了三届 所以当时是怎么样从这 我当时以前做过公务员 对不对 对我以前在环保局 我也到带过劳工局 环保局劳工局做什么 那时候我做就业服务 我自己开着那个服饰T4一个人 然后以前是在高雄县 那时候几岁啊 十几岁 年纪是秘密 二十几岁真的二十几岁 刚刚出社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就是绕着高雄县的27乡镇 连纳玛乡那些都要去 然后去什么 做就业服务 做梅合工作吗 或者是去找拜访厂商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等于是直接就进入到第一线 对 所以经常会遇到一些 看到人生百态 甚至也会看到 比如说 高雄真的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吗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工作 可是找不到好的人才 到底是没人呢 没有人呢 还是是大家的条件太高了 所以那个门槛高了 然后就没办法顺利进入到职场 其实那时候都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等于是一个人负责38区 然后就是27区 然后就圆杠线 那你就是最基层的公务人员 对对对对 那你当时有没有 比如说假设就受议员的气 还是说看说 哎 为什么不能也做议员 所以才毫然参选吗 没有 坦白说也是因为看到很多人 就是有点像人生百态啦 看的蛮多 然后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可以换个方式去服务更多的人 或者是不同的群众 或者是为我自己住的地方 因为我在凤山出生 我在凤山成长 我在凤山学习跟服务 没有离开过凤山 对 因为嫁给凤山 对 所以我就会想说 或许我可以帮高雄 圆杠线那时候还没有合并 还没有想说要合并嘛 那时候 那我就想说 那或许我可以帮凤山 做一些什么事情 尤其当时圆杠线 应该跟圆杠市 其实是 我觉得其实有文化上 跟一些资源上落差 对对对嘛 差不多的 对啊 所以当时你就有想说 你想要帮圆杠线 凤山做事情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看尽的人生百态 你就依然参选吗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是 其实我从小看 我知道我爸 其实也想要重振 可是我 因为我妈妈 不大想要让我们 其实我要参选之前 我跟我妈妈 妈妈舍不得吧 我跟我妈妈冷战 我家只有我爸支持我而已 然后其他妈妈 妈妈不是不愿意 而是应该是说 她舍不得 我一个女生 然后她看过 可能政治人物 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她就舍不得 然后她就不要 大概应该要冷战一个月吧 不是冷战 她就不跟我讲话就对了啦 所以你是主动争取 想要参选 然后爸爸也非常支持 对对对 因为爸爸在 爸爸在警友那边 是有一点人脉 对不对 但爸爸不是政治人物 他想选 妈妈也不让他选 后来我就想说 其实也有一部分 是圆我老爸的梦 所以爸爸 对因为雅静的爸爸 是非常支持雅静 有时候雅静跑不了行程 他爸爸都会挂一个牌子 李雅静的爸爸 我觉得那是骄傲啦 就是我女儿那么优秀 然后雅静在高雄 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议员 那当然我身为家人 也都很骄傲 所以你就毅然参选 因为那时候 我对你的印象就是 就是那个 我其实有经过初选 江陵军 我其实有经过初选 我的选举 每次都有初选 所以你是有初选的 有 不是提名的 没有初选 我们那时候 还蛮多人参加初选的 我记得第一届的时候 所以你第一届那时候 袁冠军 对 然后你是几个人 初选中脱颖而出 其实我不记得 可是你就算年轻的吧 对不对 其实大家要知道 在那个 尤其国民党 我觉得不要 不要讲说民进党 国民党年轻人在 高雄 或者在南部 基本上如果 真的是一般的 一般的那个 就是 要怎么讲 不能说不是 不是 素人 对 一般的素人 他要去参选 其实是他有他的门槛 跟难度的 更何况 雅进那时候是 圆杠县 就是更 比现在更传统 十几年以前 所以那时候 一开始应该受尽了 辛苦 把初选当大选再选 把初选当大选 对真的是大街小巷 我对你有印象 就是新兵日记 对 我不知道凤杉没有的啊 因为我们节目 那个台南 屏东高雄 都听得到 那我认为凤杉没有 记得李雅进 应该就是他穿那个 新兵日记 那时候那个节目 正火红啊 对啊 那时候就是 某台的新兵日记 然后雅进也是新兵 然后那时候 还有林军姐在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凤杉非常优秀的 江林军委员 对 然后后续雅进也是 承接他的 的算是 我算是学妹啦 学妹对不对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 你们还有拍广告 还是应该是 看板 看板看板看板 对 因为林军姐对我们 都算非常的照顾 对啊 所以那时候 我对雅进就有印象 所以你就那时候 就一言绝来 然后开始从议员 默默的耕耘 默默的努力哦 那现在 又要再选立委 结果又要来初选了 真的 上次有初选吗 有 四年前是谁 移民委员 哦 他是我高一的老师 还有一个校长 叫什么名字 中正院校是哪一个学校的校长 OK 反正你当时初选就顺利的脱颖而出 那当然最后我们 虽然成绩没有 但是还是 还是有把 最起码国民党士气 有把它带起来 因为上次真的很难选 对 对 大环境 上次 因为大家有 像我 我个人选过立委啦 也选过议员哦 我觉得我可以 蛮中立的去评论 就是 基本上 总统立委 是绑在一起的 对 所以大环境的氛围是非常重要 对 风往哪边吹 没骗你输就往哪边倒 真的 我本来不相信 想说平常这么认真 而且我不是 选举的时候才出现 我是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大街小巷里面 你知道你雅进的人脉 已经扩展到我们大聊 就是 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外面 当时 我们跟雅进很好 我想说 雅进是凤山区的 所以 他的认真基本上是 很多区域的民众都认同的 但是上次说实在遇到了韩市长 他真的是很多可以攻击的点 那大海民党那时候就用网军啊 许许多多的攻击抹黑 让整场选战都在卖芒果干 整个失交了之后 当然 可能我们就败选 那没有关系 四年过去了 你这次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觉得跟四年前不一样的 其实我也是用自己的表现 然后日常的一个 对地方的认知认同 然后去争取地方的建设 但是 我真的觉得 如果高雄人 如果凤山 这些市民朋友 够聪明的话 他们应该会真的知道 到底谁在 有真的在认真做事 有时候 做事 我知道做事跟政治 其实不能画上灯 可是 这是我真心认为 可能我不是政治世家 不知道那个政治的美感 所以我还是用一本初衷的心 就是我觉得高雄可以更好 凤山值得更棒的一个产业环境 那像比如说 这几年下来我也没有空转 我也一直持续的 让自己也让凤山一直在进步当中 比如说 我在大东转运站那边 我争取了一个联合开发案 未来或许 凤山医院我们有特别强调 凤山医院一定要扩大医疗资源 对 因为它的院区 跟包括 医师 护理师 病床什么都不足 连停车空间也不足 凤山医院是人口第二大 第一大 第一大就是凤山 我也是三年区 没有我们第一大 就是凤山一直在扩张 因为随着整个高雄市的发展 然后电 我觉得凤山已经算是 复读性的那个感觉 对 因为我们凤山有火车 公车 捷运 对 脚踏车 我们的这些交通大众 交通资源其实 物件的还蛮不错的 那剩下的就是产业而已 所以未来有卫武营 然后还有拉拉波 对不对 可是这些都还不够 我们期待里面 我们凤山里面 除了有百货公司以外 那也要有一些产业进来 包含医疗资源 因为凤山没有大型医院 凤山医院不算 那个医疗资源太少了 我们期待可以透过联合开发案 要把一些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资源 拉到我们的联合开发案里面 然后让公部门除了不用自己再出一些预算以外 我们还可以帮我们的市民朋友 去建构一个完整的一个社福网 然后再加上其实凤山还有一大片农业区 在凤山药的农业区 真的吗在哪里 在凤农市场 凤农市场那边 旁边那边整个91公顷 是 然后其实从合并开始 就有人跟我曾经说 那边想要做区断征收 那我看市府跟一些财团 其实他们都来回已经有 送了三次到中央了 都沉岸然后送到中央又被打回来 所以一直都开始附中 所以需要你到中央去 好好的沟通这些事情 没错 因为地方一直有这个需求 可是送到中央为什么被打回来 可见这是立委的责任吧 总不是说地方议员的责任吧 当然啦 因为如果你真的真心的为高雄 为了高雄好 为了产业好 为了市民朋友 去中央当这个立委的 其实你会在高雄看到 很多的建设可以更不一样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在凤山 我跟市府都发局还有金发局一起共同讨论 91公顷我们挪出30到37公顷 可以做智慧医疗医财的产业园区 是因为高雄就像你讲 高雄的医财的外销也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引擎万军 而且你说它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 产业园区形塑了以后 其实带动的是我们在地的就业 还有一个 我记得这几天我们的医院有在说 我们的薪资都特别低 对高雄人的薪资相较于六都 好像是第五名 对对 好像倒数第一 第二把忘记了 然后其实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产业进来 其实薪资也会真的 也会真的带动起来高端化 我觉得要透过这些东西 让我们在地有感 不然我们永远就只有服务业跟要要业 对就是变成说 高雄的产业真的需要再升级 那现在其实当然就随着政府发展 什么半导体 S廊贷等等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比较高端的产业 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厂商来进驻 所以像其实新竹是蛮成功的例子 新竹就是 它的薪资已经全国最高 它的高科技等等的产业 基本上整个聚落已经成型了 这点就是未来你想推动的 当然因为他们的 你刚刚讲的新竹吗 他们是从每一个都有共识 从地方政府到立委 中央层级的立委 他们都有共识说想要让他们当地更好 所以他们是从不管是里长到议员 到他们的立委跟政府之间 他们其实是一鼓作气的 不像我们是各做各的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进到中央去整合 那你这样听就知道 你看我还没有问他就一直在讲风山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他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说这一次还是有个难关 就是初选 其实初选是一关 然后大选也是一关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我们来听听看 雅进有什么策略 要过三关 斩六将 两关就好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雨萱真轻松 好 然后接下来我问你一下党部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要想听这种八卦 就你就可以用这样 你很坦然的态度 对啊 对 等一下有多久 10 也是20左右 等一下再喝水 从来哦 我喝水 你刚刚刚灌下去 你刚刚手八了 放下 哈啰 欢迎回到雨萱真轻松 每个礼拜六的十一点到十二点 雨萱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吃螺丝 可能旁边有人哦 就是有我的好姐妹 高雄市员妮雅进 大家好 她这次要挑战凤山区的立委 已经是第二次参选 我们刚才讲要过两关 斩两将吗 凤山通常都好热闹 都好多 各党都会集权 各党都会选 都几乎未来 那我们先讲第一关好了 好 第一关就党内初选 是 对不对 是 那党内初选已经确定了嘛 就是你跟义仲 是 对不对 国民党这次两个 一男一女 不过 有一个好消息是两个都是年轻人 是 代表凤山跟国民党其实都在年轻化 但是我就要问雅进了 因为 当然有人会质疑党内初选的机制 因为 国民党这次有别的选区 似乎党内初选的协调 没有那么顺利 是 对那你会不会担心 第二个你的策略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 万一啦 你的初选 通过了 你要怎么去整合对方 或者是 假设没过 你觉得 你会怎么被整合 还是你希望 怎么样的去处理 我觉得这个话题比刚刚那个话题还严肃 他说要真轻松 骗人 没有啊 因为我 我怎么会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Tino没有其实都很关心 因为 国民党现在面临到就整合的问题 我先铁开 走走走 立委的层级 光是总统 你有没有发现 郭跟侯 跟朱 不过朱很 就是朱老大人很事项 就说 诶 名单没有我 是 对不对 大家 郭跟侯要怎么整合 我觉得那大人的事情 可是我在高雄啊 我就care你们怎么整合 因为 我认为这一次 有两个选区啦 最有机会 这大家都讲明了 第一个 左南 是 因为左南 民进党目前 什么人都没有 甚至你们凤山的 还有议员被点名说要空降去那边选 代表他们怎么样 现在还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人选 那第二个就是凤山 为什么 我个人觉得凤山非常有机会 凤山面临到转型 人口增加 外来人口增加 所以 势必它的 蓝绿的那个政治比 跟那个选举的那个票数 我觉得 会被松动 不会这么的绿 那你跟艺众都是年轻的 议员要参选立委 那光是年轻的选票 我觉得 这是你的力多 是 那再配合你们的努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凤山大有可为 那另外许智杰 做一阵子了 他也不是他 也不是没有一些 负面消息 毕竟 政治人物做久了 不论你多优秀 就是会有一些声音嘛 所以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那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的初选 要怎么过这一关 斩这一将 其实我觉得我平常心 因为 我们既要初选 也要服务 你们初选什么时候 5月16到5月21 晚上6点到10点 那很快就到 你们是用全民调吗 对 用全民调 就是晚上接电话 唯一支持李亚金 拜托 就是16大 就是他有确定几天吗 就是 这6天里面选3天 6天 那这3天你不知道 对 他可能会提 提早一天跟我们说而已 因为我们要派观察员 但是他就是随机打电话 对 打室内电话 对 所以你们两个都同意了 我是同意 对 你是同意 对方 我是同意的 好 那你干嘛 对我就跟你们讲 我没有 不是我要抱 对方 好anyway 好 那你认为你这一次的立基点在哪 就是你要如何重播 因为没有初选没有大选 很现实 没错没错 但你这种平常心 对 可是你有没有打算要办什么造势啊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活动 像我观察 益众 好像在网路上的公式就比较猛一点 就是有些FB的 广告吓得多吗 对 就是FB 他们直白就对啊 FB就看得到 其实FB你看到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其实我比较没心机 我也不懂甚至怎么去运筹帷幄 可是认识我的人会从 可能一开始觉得 嗯 这个女孩的面团 到最后你会觉得 坦白说不是我自己说 很多人说我的真性情 因为我没心机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是一个桶子 但是我对事情的执着跟认真应该是 我敢说 有目共睹有口碑的 尤其是认真跟执着 如果大家要去US上看俩进咨询 你就可以看到官员每个都这样 正经为座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点到 可是我们是有所本的 雅静跟雨萱都一样 我们都有所本才会讲 不会讲是是而非的 所以你说对于初选 我有什么策略 我平常心 可是我们也会一定会尽全力 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我想要代表高雄 代表凤山到立法院去为大家服务 你有挂看板吗 我有 因为我知道别的选区有说 不要挂看板 不要办造势 有其实胆部也有说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 因为那是对自己的态度 我对市民朋友的态度跟高度 那另外我觉得我是在地人 我在凤山出生长大学习跟服务 那我也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不一样的是 哇动算 不会一百流流去 我如果动算 同样是在凤山服务 因为凤山真的 大家更好的建设 减服务 减三页 连带高雄也是 我们期待不是只有凤山这个点而已 是要联手 我们在地的议员 市府到跟中央成绩 把高雄打造更好 像我们跟雅静要建设就 诶 那个雅静啊 我这边需要一个什么 不举格力好了 余轩跟雅静一样都是很重视教育的 那其实我们的学校 原县的学校 其实有很多校舍都是比较老旧的 虽然耐震强度是可能还可以 可是 他的校舍旧 然后有一些是比如说缺少资源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跟 我们凤山某一个学校 你能相信到现在 还有学校没有风雨球场 或者是室内的那种 大礼堂之类的吗 就是室内的活动空间 都没有 风雨球场不是有光电的政策可以干吗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对 他们学校 我当议员第十 今年第十三年 前面的十二年 只要有办校庆 或者是毕业典礼 孩子们在哪里办 你知道吗 操场吗 没有 他们都在穿堂 那穿堂又小小的 又很闷热 我就想 我其实每去一次我就心疼一次 为孩子心疼 因为到底人生有几个国小毕业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你懂吗 对 那其实我们应该 平常在教育上 我们都说不要穷 什么穷都可以 就是不能穷 不要穷孩子 对 跟穷教育 结果 我们刚好是背道而驰 而且 我们今天看到 我有争取一个 就是 那个学校的 那个叫什么 活动中心 就让孩子 一来有活动中心 二来有图书馆 像样的图书馆 类似共读战这样子 然后 教育局局段这边 一直迟迟没有答应 是因为 金费 对 他说没钱 我说怎么可能会没钱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基金 基金里面好几亿 那你纵使再没钱 你也可以分年吧 分年 分年 或者是跟中央去争取 高雄有八个立委 九个立委 难道立委没办法帮忙争取吗 这些立委去哪里了 地方的建设不是需要你们配合中央部会去一起来努力的吗 这些都是一个小小的点而已 我都是觉得这个都是未来我们可以联手去结合吧 可以去盘整 到底哪些是 比如说教育现场好了 哪些是需要我们做一次性的专案去整合的 然后怎么去推动的 本来这些事情就是要很接地气的 去跟地方的民代政府去做座谈以后 甚至首领地方的一些意见领袖 去去整合以后 你再来做决定 不然我常觉得 中央常花一些冤枉钱 你不知道他在开什么 去去之后会有人在用 应该是说中央的建设可能 因为毕竟我们我觉得我们政党属性不同 所以能够坐下来谈的机会不高 可是我们议员常是第一线 接到家长会跟学校的陈情 那有时候送到局端 局端就告诉你我就是没钱 他连努力都还没努力 他就跟他讲没钱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没钱 而是他们的方法不对 你送到中央该送哪一个部会 其实都没有讨论过 或者是说他在中央没有找对的人去帮忙去协调这件事情 或者是补助费用 我觉得有错字 比如说三千万 那个救援基金的三千万 如果这三千万拿来做你凤山火大辽的学校 多好用 很好用 三千万 我都可以升一个什么球场的基础 补助教室 除处是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公共事务 不需要那么多的政治 需要更多的温暖 跟接地气 跟在地化 你没有在地的人 你永远不会去珍惜民众给你这么棒的一个舞台 我认为明代这个区块 他除了是职业以外 还是一个舞台 因为这个舞台不是属于我李亚金或邱宇轩是属于大家的 然后我们只是从中间你们的指导我们来学习 然后再去谋合一些那个相关的部会 然后把资源争取到地方来 然后这只是地方 可是到了中央有谁 看起来现在目前好像只有这样子 因为这几年下来高雄有大的一个建设案吗 高雄市的亚湾区 以前号称有1300亿的建设案要到高雄来 可是就我们现在手上目前的资料 还建设不到20% 他们可能就会说台积电 可是台积电你看最近新闻 他有在盖 我不否认我们有去看 他有在盖 但是是不是像他原本承诺的 2024量产 似乎这个消息没有了 只变成更先进的制程 所以到底高雄的未来 其实真的是掌握在大家的努力 那好我们刚才听亚静的 那个他就是平常心 努力 要过初选 那你不会担心党步不公正 还是你就 我还是那句话我平常心 因为 我有靠自己平常的努力 你才会你才会就是用稳健的脚步去走 我觉得对的路 那相对的我相信 如果跟我同磁场的人 他永远会看到 哪一个是他正确的选择 是 那整合这个问题你要想怎么办 还是还没想到 你说过关以后吗 对过关以后的整 可是我觉得整合应该是大家的事情 就不是再次 因为我当选的不是我李亚钦当选 是大家当选 是国民党当选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个人李亚钦要自己去努力 因为我常常觉得国民党有一个让 我这种素人 或者是像年轻人 有一个比较吃力的地方 就是当大家都打群架的时候 我们是单打独斗在对干 我们好像没有那种 大家一起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期待说 国民党可以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别人的好怎么去选举 然后去带新的人上来 因为以高雄来说 这是应该有蛮多新人的 应该是 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 像曹涵荣跟李明选 算是新的参选 那柏林哥 你跟他同事更久 对 不算有学长 目前确定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单打独斗 也不可以放任我们每一个提名人 然后自己去冲锋陷阵 其实这样子 对国民党没有比较好 而且选民也会去看 国民党到底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这不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了 其实你们到时候 八个提名人这样站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串联 然后再配上南部 假设 比如说像 像我 我直接直接建议中央 台南就卸龙界 高雄就是柯之恩 那个屏东就苏清泉 三个人组成三个 比如说类似 类似地方上的首领 意见领袖 然后再集结你们立委战队 然后一起来针对民进党的一些 施政不利的论述啊 去做检讨 比如说缺水啊 缺电啊 对不对 然后缺蛋啊 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打仗的气势 甚至刚刚您提到的 台积电的问题 因为其实你应该觉得台积电的一个量产 一直都很不明确 所以我最近常有个想法 就是他们不是在推那个南部半导体的S郎带吗 是 我觉得啊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然后这些现任的立委 甚至是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 都不再很积极的去follow这件事情 或者是push这件事情 就黏一黏一啊 南部就会变成半导体的短层带 对 你不觉得吗 对 因为你没有发现 其实针对南部的议题 这八个立委 似乎没有那么长的发生 就没什么 根本就没听到现在 对啊 像这是你说台积电这个这么重要 假设今天我是立委 我一定会针对这个议题去询问 因为毕竟我的房价都涨起来了 对不对 那我年前的就业 整个产业的部落 聚落未来怎么布局 其实我们好像立委都没声音 几乎没有 我根本没听到啊 你有听到人家 听到讲什么台积电怎样吗 对啊 我觉得好像立委都 就只有地方的能力代表在关心这件事情 可是这真的不是只有地方的事情 所以我才说 也唯有真的在地人才会去真的关心在地的需求 我更知道在地的需求是需要拿爱到什么去听到 不然永远都是 三季的孙子 三季做新主板 那得拜拜 对啊 所以这也是需要选民用一个智慧哦 那小金我就问你 你刚才有讲凤山你想要推那个医 那什么医材 医疗医材 医疗医材的那个园区或聚落 产业园区对 那还有什么想法 对于凤山的证件 你最想达成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产业园区 长期以来我们凤山的工业区小小的 我们是要边边角角的小小的 其实很不足 所以很多 我自己红山的孩子 要工作都要去外区 外线市 比如说最近的就大聊嘛 然后不然就是要到屏东 或者是台南嘛 连屏东台南都有就业机会 你想高雄啊 然后我才会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凤山 这一个人口密集度很高的地方 引进一个污染 事业废弃物污染比较少的地方 甚至是没有的产业 那所以才会想说 医疗医材或许是一个 比较低污染的一个产业 如果可以在这里 形作一个产业链 它其实是低污染 但是高价值 对不对 而且高新化 是 的一个一个产业 那形作产业链以后 其实我们那边很方便 刚好在凤山的正中间 然后我们有机场 因为医疗依材 国际贸易的很多 是 那一个卡帮的干 那一个卡帮的干水 是用美金算是 那路是算一粒一粒 几块钱美金的啊 就是我们有机场 我们有高雄港 对 对不对 那我们有 如果在台湾内 就是捷运 轻轨 甚至高速公路等等的 火车都在凤山的周边 所以我就觉得 这里没有发展太可惜了 我也很担心 就是像我们昨天也有询问到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去推 我也担心就被中断 因为担心 大家会觉得说是里亚进推的 然后就会被政治 就是公共事物被政治 对因为我 我昨天听你讲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想法 但是 会觉得好像 是不是市政府 你不会觉得 满脑子都是台积电吗 就像张国伟说的 不是只有台积电啊 还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产业啊 似乎没有那么的 那个用心去推动 所以 我想真的只能期待 你进入中央啊 就好好的为凤山 让点亮凤山 让凤山发光发亮 好不好 最后一点时间给你 什么时候初选 5月16到5月20日 晚上6点到10点 拜托大家 凤山有认识的亲朋好友 帮我逢山节到接电话 唯一支持 李亚进 拜托大家 好大家赶快把那个时间弄起来 5月16到20 晚上21 晚上就留在家里吃晚饭 看电视 等着接电话 好不好 好那非常高兴 亚进今天的参加 与宣贞轻松的节目呢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 飞碟联播网 南台湾之神 YouTube直播 UFO1039 按赞订阅 开启全部的小铃铛 南台湾之神IG UFO1039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非常感谢雅静 谢谢 那也祝福她 初选胜利 可以过关 好 然后最后呢 进入中央 让我们讨建设 比较方便 我们也给大家拜托来 推政策跟过时的 对 让高雄持续的发光发亮 这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努力的目标 雨萱真轻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感谢